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开箱改装的是MacBook Pro 搭配OWC Aura Pro NT SSD 如果你使用MacBook Pro 13寸 2016年款或是2017年款 而且觉得容量只有128GB或是256GB 真的太少 那我强烈建议你可以搭配下方的分段时间轴 把整部影片看完 一定会很有共鸣 因为经过这次的升级 我的MacBook Pro容量已经来到1TB了 超级爽的 这完全就是靠OWC Aura Pro NT SSD 真的是2016年款2017年Function Key使用者的福音 我的主力笔电是MacBook Pro 这台规格是13寸的2017年款 两个Thunderbolt 3 手底器是i5的7360U 双核心4直行序 基础时脉2.3GHz Turbo Boost可以到3.6GHz L3 Cache 4MB 说是在买MacBook也没有什么CPU选择的问题了 而且后来即便第八代Intel整个效能大爆社了 但是Apple也没有采用 后面几年这个系列也没有积极的再更新 记忆体8GB 还是LVP DDR3 2133MHz 现在很多笔电的时脉都是这个两倍了 那储存容量是256GB的SSD 当时价格这一台就是47,900 将近5万元 来想想真的是狠盘 但你也没办法 这款笔电其实我买过两台都是2017年款的 都是8GB 256GB 但是是隔一年买的 那旧的那台已经卖掉了 当时之所以会选择这一款 而且是这个规格的笔电 主要是整机价格相较有Touch Bar 有4个Thunderbolt 3的那种的还要更便宜 而且我已经有桌机了 笔电只要够用 进阶一点的文书功能它能够处理那就OK了 而且我真的又不习惯Touch Bar 现在新款终于拔掉这个又贵又极乐的东西了 便宜这款比较大的缺点就是 喇叭的音效没有Touch Bar那款那么好 而且Thunderbolt也没有那么多 只有两个 两个还全部都在左边 如果你要用右边充电就会觉得很智障 那或是你一次要接好几个SSD再传输资料 而且同时还要充电的时候就很明显绝对不够用 但是当时做这样的决定还是有机可循的 现在看起来也是蛮正确的 首先Function Key 2017年款 它的CPU TDP是比较低的 所以耗电量也比较小 此外因为TDP比较低 所以它只有一个风扇 那电池的容量也比较高 一点点 Touch Bar版本的CPU TDP比较高 效能当然是比较好 当然也需要比较强的散热 所以它的风扇有两个 那风扇的尺寸是 比我这款的再小一点点 但它两颗 可能是因为两颗的关系 所以体积比较大 那电池的容量就小了一些些 但是这样一来一往之下 便宜的这款续航力 反而是比较好的 那对于需要经常 期待笔电的使用者来说 就会比较合适 另外Function Key这款的SSD 是可以更换的 当时对这点有两个考量 第一个 苹果只要是这种 可以更换的东西 通常过一年 市场上就会开始出现 可以自己改装的零件了 不管是第三方厂商推出的 或者是 有些从Mac上面拆下来的零件 虽然是特规的接头 还有形状 但是按照过去苹果 在SSD的作风 通常还是维持PCIE啦 并不会更换其他协议 所以这种东西的门槛 其实不高 第三方有心要做 其实不会太难 其二是 可以更换的SSD 代表更高的可替换性 也就是说 如果哪天不幸出车祸 或是电脑摔到 或是碰到水 我只要马上去买一台 128GB的同机种回来 马上换上旧的SSD 就可以继续 无缝接轨继续工作了 不过还好 过去四五年来 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当时主要就是赌 以后会不会有厂商 出这个转接版 或是替代的方案 当时预估就是一年了 不过看来这预估错了 多等了好几年 到这一两年 才看到网络上出现一些 转接MW的板子 也看到国内外 一些改装的经验 其实这个东西 改装本身不难 而且要看看 其他人用什么方案 而且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怎么去克服的 因为苹果换第三方SSD 经常会遇到休眠开不了机 或是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宁愿 花两倍的价格 三倍的价格 去买原厂换下来的了 而我自己后来 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需要去增加总量了 因为后来改装了一台 iMac 27寸5K 2019款 而且整个大改装到i9 SSD改到4TB 加上今年也改装了一台 iMac 27寸2012年款 SSD也改到了1.5TB 目前这些座机就非常够用了 但是我的MacBook Pro 用量依旧还是很凶 这就有点像以前 台北捷运只有蓝线的时候 在横向的绿线跟红线通车之前 上下班时间的板蓝线 真的是挤到一个世界末日 但是信义线松山线通车以后 蓝线就舒缓很多了 总之现在MacBook Pro使用的频率 虽然比较低 但还是无可取代 一天会用个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 每天的电池循环 都在100%到200%之间 接下来新款的MacBook Pro 我当然还是会换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是现在这一台MacBook Pro的残值 真的是低得有够可怜的 可能跟改装后的iMac 27寸 2012年款差不多吧 这两台卖掉以后 搞不好连3万块都拿不到 还不如留着自用 至于自用要怎么用 我也已经想好了 这台笔电以后就当小型的NAS 外接两台DAS做储存 所以现在升级一下这台笔电 不止我现在用的爽 以后用NAS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相较淘宝上面那些转接板 还要自己找相容的SSD 最好还要找2242的 我看2280的有的听说会装不下 最难的其实是要在各种 不相容还有不稳定的情况下 去调试这个机器 那其实是最浪费时间的 如果今天是备机备用的电脑 拿来玩一玩研究研究 那是很有趣很快乐的 但如果板弹线跟你说 我白天要停止营运几个小时 如果非常有可能不顺利的话 后面几个礼拜 还有可能不定期停个几天 我相信这个没有人受得了 所以像OWC这样一整套都处理好了 他们也验证过稳定性 我可以确定一次安装上去就是好的 那才是真的省时省钱 安装过程其实很简单 拆下硬体很快 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说的必要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比较不放心的话 也可以按照OWC 他们官方有提供教学影片 所以非常简单 那等最久的我其实反而是下载Mac OS 还有把新的作为系统安装进 Ora Pro NT里面 大致步骤就是要先下载好Mac OS 制作一个Mac OS的安装碟 最后再将系统安装进SSD里面 而作业系统的版本 我原本是在用Mac OS 11 这次就直接安装Mac OS 12 Monterey 我想看看在新版的作为系统里面 这个SSD是不是也真的是那么稳 但是在这几个礼拜的使用当中 我完全没有出现任何不正常的意外 例如说什么睡眠啊开关机 这些都很正常 温度的控制上也蛮OK的 我没有装底盖的时候 特别去观察一下它的温度 都在合理范围 我看别人改装的经验 有了安装完以后会狂喷电 续航力大幅下降 目前用OWC制度 我都没有遇到这些问题 而且也不是单凭个人感觉 我是有按照比例去计算Mac OS里面 记录的时间还有电池的使用状态 每天都还是在100%到200%之间 刚安装好的时候我也测了一下速度 在AZRA里面1GB的档案大小 读写大概都在1500MB左右 偶尔会飙到2000MB 那如果是4GB的档案大小 则是稳定在2000MB左右 当测试的档案大小来到64GB的时候 读写也都还有1500MB 更多的测试条件 我会放在文章中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到文章里面去看到更多细节 当然拆机都是有风险的 大家就要自己决定 那我是觉得这个风险是非常小的 很多初学者都可以接受 我觉得赌赢的机会也是比较大的 这个风险是我可以承担的 那另外OWC的朋友也跟我说 他们总部其实规划这个产品 还有测试这个东西已经很久了 绝对不是拿大家当白老鼠 像之前他们官方在卖的二手机种 只有搭载这个SSD 这也是已经经过蛮多时间的验证 确定是没有问题才单独出这个产品出来卖的 至于改装2280或是其他转接版 我看人家是说可能会有背盖蓬起来的问题 目前用OWC这组是完全没有感觉 当然它还是有比原厂的厚一些 例如呢 Apple原厂的SSD比旁边的喇叭模组还要低 但是OWC这组比喇叭模组还要高了1.2mm 差不多就是NetFlash那个凸出来的厚度而已 但是实际背盖盖上去后是完全没有 砰起来或凸出来的情况 撞回去也是非常的顺利 安装好之后 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强迫症 这边也跟新手分享两招 第一招到其他里面找到Disk Utility 点开以后就可以发现容量是960GB的 我们就直接把名称改成Magintosh HD 那就更加还原了 第二招 再对这个磁碟按comment加i 然后把你要换的图片直接拖曳到左上角的icon 就可以更换成Magintosh硬碟原本的那个图示 那我想这两点做完以后 耐入感真的会强非常多 你会打从心底相信 这真的是一台1TB容量的MacBook Pro了 谈前伤感情 但我觉得呢 这是我用过OWC CP值最高的SSD了 其实他们家一直以来 SSD的定价都会稍微比一般行情再高一点点 那但是这款我真的觉得是CP值最高的了 因为现在市面上你很难找到这么稳定的产品 而且它有一定的特规性 那我个人觉得甜蜜点会是1TB啦 那如果有需要 而且你能力够的话 上2TB我也觉得很合理 虽然你会想说 啊现在1TB才3000多块钱出头的SSD 然后你买这个都是盘子啦 但是人家OWC要付你转接板 然后又付你吸盘 还有所有要汇用到的螺丝起子 它都帮你准备好了 最重要的是 它都帮你测好所有的相容性 确定没有问题才卖给你了 而且现在PCIe 2242的SSD 可没有这么豪卖哦 那你这样想一想 6000有很贵吗 我真的觉得 这真的是我用过CP值最高的了 而且这个SSD 它就跟我之前开箱的 OWC Envoice Pro Electron 它是同一款的 那主控还有颗粒方案 我就放在文章中给大家啦 而且换个角度想 当初这款MacBook Pro 它最高就只能升级到1TB 现在如果你有新的话 直接可以爆表升级到2TB 现在看网路上那些号称原厂拆下来的价格 大概是1万5左右啦 是OWC新品的两倍 我记得好几年前帮朋友换MacBook Pro的时候 是Thunderbolt 2的 然后Retina萤幕 那个时候呢 OWC也还没有进入台湾市场 当时我看网组上很多人换下来 据成说是原厂料的啦 1TB一片 最便宜的我记得是1万8啦 那贵一点的2万多都有 我就建议它其实多存一点钱 直接买新款的 或是买类似款式二手机器就可以了 但它说它对这台MacBook真的是有感情 我不想整台换了 真的就只想换SSD这个选项 所以后来就真的花了将近2万块 换1TB的SSD 那像它这种情况 其实就可以选OWC的ORRN 现在价格也才8,580嘛 所以如果是改装了iMac、MacBook 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 可以多逛逛OWC的产品 真的是非常的齐全 好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